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我身后啊 这个是我刚就是配出来的一匙子这个肥料 因为上一期啊,咱们做过一期这个视频啊,就是 我提到我们就是在配置这个肥料的时候 那么所需要的,比如说这个磷酸盐呢 或者说是汽水硝酸钙,包括硝酸钾 那么这样的一些氮硝酸钾的一个配合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很多朋友就咨询呢,说这个,你用的这个磷酸 跟这个梨子啊,它到底能不能跟钙同时去使用呢 大家知道咱们不管在喷雾的时候,或者说在冲肥的时候呢 使用磷酸钾,或者是钙都不敢去混合使用 最主要的就是说磷酸跟梨子呢,那么会和这个 钙啊,它会发生一个反应啊,主要呢就是出现一些 虚酸物或者是沉淀的出现 呃,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在配合肥料 使用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都会 加入啊,一些这个 筑液,那么这个筑液呢 比如说你使用一公斤的钙啊 你就加入 一公斤的筑液 去配合使用,就可以 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本身这个钙 它在作物体内啊,它移动的 速度呢就是最慢的 所以说呢,我们从开始这个 滴灌施肥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钙呢,给它补充进去 尤其呢,这个钙啊 到这个冬季的时候呢,反应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叶片呢 是由细胞组成的啊 那么它这个细胞病呢,会逐渐 变薄啊,所以说就需要咱们 去给它补充钙,以及 每元素去提升那么细胞 B的一个厚度,以及韧性啊 从而呢,来减少 那么病害的一些发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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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